最近几年,杨子真的是非常的火,主演的几部电视剧获得了很多网友的肯定,你的时代,我的时代,亲爱的,热爱的,香蜜沉沉浸如霜等等,获得了很多观众的肯定。 但是虽然杨子这两年发展的非常不错,但是最近却遇到了一些问题,其主演了好几部剧都面临无法上映的尴尬境地,例如余生请多指教,亲三行等等,怎一个惨自乐得,特别是余生请多指教。 明明男女主演都不是什么师哥艺人,但是偏偏电视台和视频放就是不敢放,本来已经定档九月初,没想到还是遭遇改档,播出时间再次变得遥遥无期。 如今杨子虽然有很高的热度,这两年档期也基本上没有断过,但是可惜的是,已经整整有近两年的时间,没有杨子的主打剧在平台进行播放了。 虽然余生请多指教宣布撤档,但是最近关于杨子也并不全都是坏消息,最近网上由网友爆料,称杨子主演的一部电影即将开机。 这部电影叫《猎毒》,是一部基督题材的电影。 如今电影已经正式备案,讲述了尼锦洛家卧底道集团内部,与敌人做斗争的同时,营救被绑架的小姑娘。 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惊险的故事,杨子这两年出演的电影比较少,上一部出演的电影还是2020年的赤狐书生。 杨子的脸太过甜美,给人一种林家妹妹的感觉,因此并不太适合出演电影,其出演的电影大多评分都不高。 这部电影中,杨子再次突破自己,饰演一位女警官,类似犯罪题材的电影,杨子之前也曾经出演过。 是在2019年出演的沉默的证人,从其在这部电影中的表现来看,这并不是无法完全适应御解形象的角色。 因此个人对这部电影还是比较期待的,希望杨子能在这部电影中做出突破。 除了杨子之外,电影中的另一位主演同样令人期待,他就是王千元。 王千元的演技没得说,妥妥的老矽谷级别的,曾经凭借刚的琴,拿下了23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项。 从王千元主演的电影和电视剧来看,其出演的影视剧下线一般都不会太低,有他的加盟,证明这部电影的剧本质量还是非常过关的。 杨子和王千元都是演技派演员,相信电影一定不会让观众们失望的。 说完演员最后再来说说导演,这部电影的导演叫高子斌,其作为一名新人导演,口碑还是相当不错的。 之前曾经指导过一部作品《杀出个黄昏》,在豆瓣获得了6.9的高分,这个分数对于新人导演来说,可谓是一个相当高的分数。 因此这部电影完全值得观众们期待,好的导演加上好的演员,演绎出来的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作品,因此观众们只需要准备好小板凳。 等待这部电影的上映就可以了,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